好,這邊我們先做 等一下我來解釋一下 在繪圖的部分呢,這邊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樣把我們已經畫好的這一個區塊 把已經畫好的這一個區塊 我們可以去複製下來 我們會把這個區域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來做平面圖 要來做我們的地板配置圖的部分 那在做地板配置圖的地方 首先你要先注意一下 你今天打算要用什麼樣子的材質 好,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 因為浴室啦,或者是廚房啦,陽台啦 跟客廳房間,跟玄關 這些地方的材質或許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呢,第一個你要先去確定一下 你要鋪設的材質 再來第二個,你要去確定一下 你要鋪設的範圍 好,怎麼說 我們在做這樣的圖面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會把一些活動式的家具給移開 因為我不需要我們在鋪地板的時候 難道有沙發的地方就不鋪嗎 應該不會吧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會把地板的這些 我們會把這些活動式的家具 好,我們會先移開 然後才開始鋪 然後呢,在鋪的時候呢 也還要再確定一件事情 你今天所做的櫃子 是不是做在地上的 對不對 如果是做在地上的 你覺得是先鋪再做櫃子 還是做好櫃子再鋪 你覺得呢 如果以木地板來講 如果以木地板來講 一般的瓷磚的話 基本上都是全市就鋪了啦 對不對 如果是木地板的話呢 你今天家裡面你要鋪木地板的話呢 原則上都是有做櫃子的地方不鋪 OK 有做櫃子的地方我們不鋪 因為櫃子做下去就看不到了嘛 你把木地板做下去以後 你在釘櫃子 櫃子那麼重 把你地板都壓壞了 對不對 會有這樣的問題 浪費啊 明明沒有用到嘛 你幹嘛要釘 對不對 再來一個就是 有可能 你今天的木地板 可能某個地方翹起來了 變成說 你要拆掉櫃子才能夠換地板 那也很麻煩 所以呢 你只要知道說 我的櫃子是從頭連到尾的那種櫃子 基本上我們就不會去鋪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給同學的資料夾裡面 在我們的圖片檔 我們要看著人家的完工的照片 這些櫃子是不是都是定在地上的 所以到時候這些櫃子你不要移開 鋪的時候呢 你要鋪設的是沒有做櫃子的那一塊 對不對 有些櫃子是懸空的 譬如說像 書房裡面的櫃子是懸空的 那這個地方當然是要鋪地板嘛 所以呢 你就要把書房的櫃子的那一個部分 給刪除掉 你要把這些東西給刪除掉 這個你自己要搞清楚喔 哪些地方該鋪 哪些地方不該鋪 這個是第二個你要去注意的 那再來就是材質的選擇 那基本上材質的選擇 並沒有這個特殊的規定 那就是看你自己去選擇一些材質的一些做法 頂多啦頂多 你今天如果是鋪木地板 你要橫著貼還是要直著貼 那這時候你的剖面線可能要稍微轉一個方向 不然的話就是現場跟師傅說 我這個地板是要橫著貼 還是直著貼還是斜斜著貼 都有可能 那你要跟師傅要講清楚 那這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呢 將來我們在做瓷磚的時候 瓷磚的部分呢 也有所謂的瓷磚計畫 如果說你今天的瓷磚有特殊的造型 那這時候 你也需要做一個瓷磚計畫 給師傅看 將來呢 師傅照著你的方式去做平貼 好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先去複製一份出來 然後把你覺得用不到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刪除掉 不用隱藏起來 因為它確實 我們今天做的是這個地板配置圖 所以呢 我們把確實不要的地方就可以刪掉了 自己去想想看 哪些東西要刪掉 哪些東西不要刪掉 像這個玻璃的一定都是地板做好之後才來做玻璃的部分 所以說這些地方基本上都會要鋪 然後呢 這個櫃子都是懸空的 所以這些地方我們也都刪掉它 好 你要從你的平面配置圖裡面來做一些變化了 好 然後呢 像這個地方 這個櫃子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圖形的解釋 它這個地方並沒有拍得很清楚 這個櫃子是連在地上的 所以這個櫃子要留著 其他的地方都是懸空的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不要了 好 有的時候你畫圖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去修剪一下 這一塊我們把它剪掉 這一塊我們把它剪掉 這一條線 這一塊我們可以把它剪掉 對不對 床的部分呢 我們也把它刪除掉 門的部分呢 這邊不用管它了 因為通常 門底下也是有地板的 也是把它去刪除掉 好 桌子的部分也不用管它了 然後呢 我們的 還有哪裡 還有我們的 還有我們的 床的部分 主臥室的部分 這些家具也都可以先刪除掉 那這邊地方也是要貼的嘛 對不對 它是懸空的 這些地方也是要貼的 好 然後呢 這一塊其實也不用管它 把它刪除掉 那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做泥座的浴缸 那就不一定喔 好 通常呢 這個做泥座的地方是不貼的 好 到時候呢 要整個墊高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說這地方是不貼的 所以說我們要留著 到時候在做磁磚計畫的時候 這是不用管它的 然後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給刪除掉 好 這個門我們也不需要把它刪除掉 那這邊的櫃子 看起來它只有這兩個櫃子是做 連在地上的 其他都是懸空的 好 我們可以把這些的部分刪除掉 好 所以說你要知道 你哪些地方是懸空的 哪些地方是連在地上的 好 哪些地方要鋪 哪些地方不要鋪 這個要搞清楚 OK 好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樣 我們把這邊的 門的部分 浴缸的部分 這邊都可以先拿掉 好 我們做一個完整的一個 這個地平配置圖 好 請你先幫我做到這裡 這個應該不會太困難 好 都刪掉以後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下 好 我們先把這邊的稍微改一下 這是我們的地平配置圖 好 首先 這邊是我們的地平 好 配置圖 好 可以稍微改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 往下看 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所謂的 全市海島型墓地板 基本上呢 它的全市海島型墓地板 就是我們的客廳 書房 臥室 基本上都是鋪墓地板 通常我們的家裡面的浴室啦 或者是這個廚房啊 通常不會去鋪墓地板 因為呢 會有水啊 會有油煙啊 等等之類的 傷害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會在臥室的地方 我們會去鋪墓地板 好 我們會把這個墓地板的部分先做好 然後呢 來跟同學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海島型墓地板 首先 我們可以先去建一個圖層 好 我們去 在這個圖檔裡面 我們可以建一個圖層 好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地板的圖層 看看你是要分的比較細 還是分的比較 大概都沒有關係 好 地板的圖層 然後呢 我們可以 顏色的部分 可以到時候再換 不要緊 可以在做剖面線的時候 我們再換顏色就好 好 這時候我們去選擇 剖面線 然後 一般的海島 一般的地板的話呢 我們都會有一些木紋的部分 你要選擇哪一個樣式 無所謂 只要公司能夠互相了解 就沒有問題 好 譬如說我們選擇它好了 好 選擇確定 然後呢 我們可以給它換一個顏色 譬如說我這邊是 呃 這個顏色 好了 好 然後加入 點選點 在你要加木地板的地方 這邊 抱歉 這邊先注意一下 哪邊需要加哪邊不需要加的時候 這邊要先把線給補好 這邊要先補一條線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沒有要加木地板的部分 請你這邊要補一條線 不然的話它會做到裡面去 好 所以先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們也去 把一條線給補進去 然後呢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廚房 這一塊 我們也加一條線 把它補進去 抱歉 在這一段 我們也加一條線補進去 好 要把它擋住 好 然後我們再來去鋪 我們要的這個地板的部分 好 一樣選擇舖面線 換一個顏色 好 比如說我這一次選這個花色 然後呢 換一個我喜歡的顏色 顏色隨便 好 然後點選它的內部點 好 在它的內部 點一下 因為範圍比較大 有的時候可能會做失敗 好 那做失敗的話 這是有教同學嘛 你就必須用聚合線的方式 把圖形全部都連一圈 好 這樣子的話 做鋪面線也可以 好 這時候預覽看一下 你會發現呢 就立刻幫你鋪進去了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面積太大了 好 或者是呢 這個太密了 你可以把你的比例稍微調大一點 好 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這時候選擇確定 然後我們可以加一個 全市海島型木地板的文字進去 那這個時候 剛剛應該要先加字啦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學過了 就算事後加字也無所謂 好 我們選一個我們要的字型 好 字的話 我們給它的是10號字好了 好 我們這邊給它的是 全市 海島型木地板 好 好 當你做完了以後啊 字太小了 調大一點 調成20號字 好 當你做完之後 架面線跟字是混在一起 我們可以去點選它 按右鍵 是不是到我們的填充線編輯裡面 去加入選取物件 當初應該要先寫字的 如果後寫字也不要緊 再把這個字再補回去 這時候確定 它就幫我把字隔開了 OK 好 這邊請你幫我把這邊的文字 抖面線的部分先做好